欢迎KT频道 今天跟大家介绍 8月29日游戏更新内容比较重要的内容 召集朋友活动第二弹 玩家可以使用邀请码 要请朋友来伺服器 分享你的武器给朋友使用 这里要注意的是 第一期的友谊积分会清空 推出新的服装外观 有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去看 模组界面优化 未来可以筛选指定的模组属性 以后搭配起来会更方便 现在拆解模组的时候 还可以选到目前已使用的模组 未来会多一个过炉选项 排序部分会优先将没有使用排序下来 动作优化 跳跃或掉落的时候 如果遇到障碍物 系统会自动出发攀爬或翻阅 这可以大大降低摔伤的几率 建筑系统优化 生产设施 未来会显示可建造数量 如果有限制数量 例如炉灶有上限 烧烟效率 会有一定幅度降低 功能设施跟家具重新分类 部分宝箱位置调整 移动房屋 增加的分享 图标记功能 污染区增加三种作物 可以使用发酵桶 转成酸液 这个很重要 聊天时过炉功能 以后可以过炉洗瓶收购的讯息 但是一扇还有一扇高 到时候可能衍生出其他洗瓶方式 如果遇到洗瓶洗到很过分的 建议还是把画面截图下来 直接检举 最后是bug修复 这里提列比较明显的修复项目 可以暂停看一下 地图导航功能修复 修复共振模组 暴击技术归零的问题 感谢您收看本次影片 如果觉得影片对您有帮助 欢迎在下方按赞开启小铃铛 感谢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